女人最窩心 大家好,我是庞爱兰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窩心故事 就是关于我儿子 她今次的metern break 在澳洲回来 当时我和她通电话的时候 她说你不如回来两个礼拜 她说好 不过她说我有点担心 原来她在医科 现在科一定要合格 如果不合格的话 其实她就要重读一年 所以她说妈妈 我也很担心 因为我很害怕 就是我回来 一个礼拜都不够 就要飞回去 因为我要预计 可能要补考都未定 当时我的心情 当然就不一样 原因就是 如果她回来香港 我是希望她可以留多一两个礼拜 让我照顾一下她 多一点时间一起 是相处一下的 到了回来的时候 当然我很开心 但是这个心情 其实一直都跟着我 觉得 知道行不行 究竟考试出了个成绩了吗 那昨晚我儿子就走进来我房间 他在后面就抱着我了 他说妈妈 我得了了 那我说得了些什么 我突然想不起了 原来他就告诉我 那一科 他已经有一个挺好的成绩 所以就不需要 林班 也都不需要 补考 那一下 我真的非常窩心 也都觉得 他尽了他的全力 而且 也是因为这样 而他可以留多一个礼拜 在香港陪着我们 所以令到我 真的非常窩心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